大家好,这里是西安古城数据恢复中心 本期视频咱们讲解一下这个日历 日历7200段500G的一个笔记本用盘 咱们客户留了一个纸条 我们来简单的看一下说明 客户说笔记本数据储存用盘 电脑前一天正常使用,第二天开机显示logo 无法进入系统,也无法进入BIOS识别硬盘 拆除机械硬盘后,单独使用M2系统可正常开机 小朋友说有动过电脑,但没有说是否跌落 从电脑痕迹上看应该是有衰落 然后硬盘又连接到台式机后 台式机可正常开机,但是还是识别不到硬盘 总而言之就是客户描述的这些文字 告诉我们一个信息就是硬盘 可能被小朋友不小心把电脑给弄得衰落了 衰落造成硬盘损坏 然后再把盘放到台式机上面,也是不识别的 那我们刚才这个盘,我们简单的也去进行了一个测试 已经听得有敲盘的声音了 所以断定,此头肯定是百分之百损坏了 那接下来我们要做的就是需要开盘 看一下盘片是否划伤 如果盘片划伤了,那这个数据就是永远无法恢复的 所以的话就是这里警示大家 使用机械硬盘的时候,尽量的避免磕碰和随意的摔摔打 这样极其容易造成硬盘存坏 里面的数据无法正常夺取 就需要做这个数据恢复 所以大家使用的时候多注意一些就OK了 像这种机械硬盘 那本期视频咱们就讲到这里 接下来这块硬盘我们需要给客户简单做一个沟通 然后看接下来怎么去处理